七十一 《經濟日報》 八檔政報酬商品中佔了七檔 相關指數下半年看漲百分之十三 印度基金7月好威風 2015年7月14日基金 B.4 黃緩敏台北報導希臘債務問題 六股連續重挫影響更期全球金融市場 觀察7月以來 全球主要股市全盤階密 印度股市以下跌0.4%相對抗跌的表現居於全球之冠 此外 此期間投訊發行的258檔海外股票基金表現 7月以來即後排名前緊八檔政報酬基金中 有七檔都市都市印度基金 法人表示 印度股市從谷底反轉趨勢掩然形成 6月中站穩年線以來表現穩健 加上下半年是印度旺季 投資人可視機進場 群益投訊表示 根據 Bloomberg 預估 印度 EPS 應在第一季已落底 第二季後可望續季轉階 加上印度也獲得MSCI新興國家以及新興亞洲指數的權重相升 且不論是新興國家或是新興亞洲指數 本次印度獲調升的幅度 都在亞洲各國中居官 顯示外資對於印度股市並不看淡 從政策 企業獲利 景氣各面向觀察 印度股市具備上漲動能 在上半年回檔整理後 本益比也回到相對合理的區間 建議投資人可適時放低進場或是加碼佈局 群益印度中小基金經理人林光又指出 印度跟其走勢強勁 主要原因歸結如下 一是印度市場回檔整理時間較久 並以充分反映先前不理因素 其次 官方政策開放 提贊外資投資信心 加上今年雨季順利 雨量至今高於均值21% 農村消費力度可望持穩 林光又說 第三 四季是印度傳統旺季 後市應該環有表現的空間 野村印度潛力基金經理人葉遠亭表示 印度股市今年上半年雖然僅少漲1% 但在雨季表現良好 且如其該國消費與投資力度將逐步增温的情況下 後市依然看好 根據彭博資訊統計 分析師普遍認為Sensex指數下半年可望上漲13% 韓瓦印度基金經理人林元平分析 市場月股印度指數金明兩年營餘年成長率分是13%及18% 因此 印度股結構性牛市題材並未改變 可適時進場佈局